歡迎收看這一集的華視整點新聞 我是林彥如 新聞 首先來看桃園機場旁的敘婦製藥工廠 中午十二點十四分發生的爆炸 不但引起了大火 還竄起了大量的濃煙 從五公里外都能夠看到 因為工廠就在航道附近 讓許多的民眾相當的緊張 報案的電話打不停 不過機場的起降到目前為止 是沒有受到影響 但是呢 這場火災已經造成了兩名的員工送醫 其中一人受到嚴重的燒燙傷 送醫前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目前警銷已經全部出動 希望能夠盡快的來控制住火事